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種子分享 最近種子分享比較多,養心分享好像比較少 不要緊,順著勢去 錄影的今天就是重陽節 最近我就開始認真學佛 認真學佛之餘,增加了很多食素的頻率 即是說食素食多了很多 譬如今天重慶,重慶 今天重養,我是全日食素的 為什麼呢? 因為重陽其實是拜祭先人 拜祭先人很難免我們會劏雞殺鴨 然後就做一根燒肉 然後就是三生酒禮 但其實在佛教的角度是非常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殺身,其實大家都知道 無論是基督教,無論是佛教 其實也有這個十屆 佛教第一屆是什麼? 一筆殺身 第一個屆條就是不要殺身 如果我們特別是重陽這時候 或者我們生日 或者過年過節 還要用動物的生命去慶祝的話 其實那條數是要抓起來都很耐 我開始吃素食多了很多 吃素多是什麼好呢? 那條頸漂亮很多 還有人的火氣很明顯 因為我試過有四個月 還是有四個月吃長素 然後跟著 不止 那時候我有四個月是過五筆吃的 然後怎樣呢? 不斷瘦 不斷瘦 我那時候瘦現在 差不多三四十磅 所以我也希望能夠去到那個景況 就是盡量吃少一點 盡量吃少一點 Anyway 不是說想怎樣 然後瘦一點 走路會輕鬆一點 膝蓋的負重會少一點 腳也好一點 好了 今天呢 吃素是非常之好 還有遲起你們生日 不要把我們的慶祝 是要動物來還 還有說 我們今天吃素 或者是 我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我一個人 我又沒有老爺奶奶 我父母不在 然後 然後 我今天就把我吃素所有的功德 就回向給我媽媽 我媽媽往生了很久 然後就是我再生的爸爸 他開始都有一些 老人家那種健忘 然後就是我的祖先 我們姓李 我爸爸姓李 我媽姓陳 然後我公姓胡 然後婆婆姓謝 就是歷代祖先 內外祖先 然後就回歸給他們 那有什麼好呢 就是 由佛教的角度 就是 如果他們是未往生 而還在陸道輪迴 或者還在滯留 這個腹部 是令到他們可以早些 可以入人道 就是可以再做人 如果他本身已經投胎 譬如阿爺阿公阿媽那些分钟 可能是投胎 但是可能是 下了去畜生 或者甚至更加差的話 我們可以升級 如果他本身已經在做人 可能是一個有錢人 或者一個窮人 窮人就可以有好運 如果是有錢人的話 可能如果本身 婚元不好 因緣不好 或者是 得不到父母的愛惜 就會得到父母的愛惜 所以是很好的 你說 祖先好關我鬼事嗎 當然是關你的事 你的祖先不好 你怎麼會好呢 你哪有得到被陰呢 還有 我們現在 很有趣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有ADD 腦子是五條巿一起想事 嘟嘟嘟嘟嘟嘟嘟 所以如果我沒有屁股 要把自己拔下 都有點艱難 所以令你踢得辛苦 真的不好意思 我和你渡過業 有一天 我在我們公司樓下 這個康樂餐廳 就是吃東西 不是我買外賣 我就和康樂餐廳 方姐很熟 五年 怎會不熟 方姐 做個羅漢齋飯 然後方姐說 你吃齋嗎 現在開始會多吃齋 然後有趣的是 有個男人坐在對面 跟女兒一起吃飯 有個男人挺好的 她說 吃齋? 真的有多餘 我老婆 初一十五 有可能吃齋 齋心不齋口 有什麼意思 你說是不是 跟我說 不是的 有很多福報 不過我不想跟你說 齋 那我想可能她老婆本身就很兇 或者對她不好 又跟著初一十五 吃齋 以為可以補償一下 可能是這樣 那我就說 不是的 其實現在現代人 為什麼這麼多人患癌症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高三肢 我自己都高三肢 那樣 那樣 都是嚴重的 但是我一直都不理 由我十幾年前知道 膽固醇超高之後 然後到後來是 從普通高到超高 我一直都不理 那樣 所以我的床頭 是有幾支針的 就是有些拍的針 做什麼呢 就是 如果萬一有什麼事 就拔起那支針 就拍手指 一二三四五 拍拍拍拍拍 這樣 就讓她出血 因為這個是救命的 如果你是突然間 半夜三間中 你發覺心在那裡 塞住了 然後很辛苦 然後就立刻打 即是拍她這樣的掣 不是拍掣 即是 放血 就會可以 令到自己不用中風 這樣 但是更好的做法 當然是 減肥 即是 我做了很多個月 開始 令到自己的身體 因為我連減肥都不太行 因為我身體 不太好 又不夠 肌肉 又不夠膽白質 還有五臟六腑都是虛 那現在應該 可以了吧 補了這麼久 補了半年 這樣 下個月開始 就認真地去減肥 等自己 年紀大了 輕一點 但是減肥 減肥要很小心 因為過多幾年 我就60了 OK Anyway 所以如果你減肥太快 這個臉會 就不漂亮了 這樣 漂亮是很重要的 你看看 我的美容團隊 弄得我多漂亮 當然 不是李嘉欣忠楚紅那種漂亮 是我Esta Lee那種漂亮 OK 經常自己賺自己賺 又被人在Youtube罵我 Anyway 所以 食素是非常之好的 這樣 也可以 迴向給你的小毛鞋 例如小B小寶 我也想他下一輩可以做人 雖然 這兩隻衰B 其實都很好命的 小B小寶 你進了我家 做我的貓 現在我們相處都很愉快 我唯一就是 很少跟他們玩 因為我真的很忙 但是 阿娥和華森 你看他們兩個肥肥仔仔 毛是亮的 你看到他們的樣子很幸福 特別是小B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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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嗎 他會回應我的 所以我也想 吃素的話 會把腹部 回向給他們兩個 除了我四個祖先 和我媽媽之外 都希望他們以後 再往生的時候 就可以入屋 去一個好人家 如果甚至乎更加 我由現在開始 回向福報給他們 如果明年 下一輩 我還是回來做人的話 那就可以 我真的做過媽媽 或者做過爸爸 然後他們兩個可以 做我兩個兒子 就好了 女兒都OK 性別是不重要的 好嗎 這樣 好了 今天和大家說什麼 好呢 說完吃素 只有八分鐘 其實我也很想三分鐘 停一下 好像停不到 好了 今天和大家說 一位我很欣賞的女士 就叫李子柿 李子柿 李子柿是做什麼的呢 她就是一個 一個 她在淘寶 開店 然後她自己拍很多視頻 如果你在這個 Facebook 不知道YouTube有沒有 我想有吧 肯定有 應該 她是一個非常之成功的 女企業家 她年薪 不是年薪 她年收入 有人說五千萬 有人說過億 不知道 如果上淘寶的話 你會看到很多她的 即她的產品 我今天才上淘寶找東西 因為大量吃素 就看到她的那些產品 就是李子柿 李子柿是什麼人呢 是一位美女 雖然現在是這麼成功 她現在都很年輕 看她的樣子 可能二十到尾 或者三十頭 因為保持得非常好 所以不知道她幾歲 但是她不是整個都這麼幸運 到底她的幸運從哪裡來呢 就帶領到她 要講這個總子法則 話說回來 她很小時候 父母就離婚了 變了她就跟著爸爸 然後爸爸呢 爸爸後來就結婚了 本來她是四川人 在山區生活 都是很窮的地方 然後她爸爸再婚之後 後母對她是非常之不好的 是吧 游瓶女 雖然不是跟媽媽 跟爸爸 但是 沒有什麼好日子過 到了她四歲的時候 她爸爸就過了生 更加沒有好日子過了 她自己曾經說過 在她六歲的時候 是她的後母會扯著她的頭髮 浸她的頭髮下水 來虐待她 然後被阿玉阿繼母毒打 打到真是 趴街那些更加不在話下 然後呢 就去到六歲 然後 後來就跟著她的爺 跟著她的爺 跟著她的爺和媽媽 一起生活 可能後母也是嫌她 吃飯 浪費了米飯 結果就 給她的爺和媽媽 有些好日子過了 那她小時候 就在農村 就在那些山區 就大了 因為阿爺的年紀一大了 所以她很小時候 就學懂 怎樣跟阿爺的姦種 然後跟著 所以你看她的片 就很神奇 是為什麼她認識這麼多東西 Amazing 還有她是一個 弱質女子 她可以自己 有些視頻 說她怎樣去種那些粥 是由種粥開始說 把那些筍放在土地種 然後跟著分區 因為那些筍 那些筍 那些筍生得很高 都要一年半載 然後跟著 再把那些筍斬下來 然後跟著 做一個圍欄 把整間爛熔熔的屋 一排排的筍 用來做一個圍牆 很漂亮 變了綠色 然後過了一段日子之後 就變了灰色 因為那些筍裡面的綠色 那個素 不知道是不是熱綠素 還是什麼 就沒有了 是她一個人做的 由去耕種 到修成 砍粥 然後跟著 再削靚的粥 再把粥 製成一條橫欄 再把粥一條條放進去 全部她一個弱質女子做 她不是我的那麼大隻 很弱小 真的很厲害 就是因為她小時候 是跟爺阿嬤大 然後 好景不常 去到小學五年級 爺都過了生 爺過了生 全屋就沒有收入 去到她十四歲的時候 就為了要養奶奶 奶奶應該就是阿嬤 應該是 就出生做事 出生做事 然後後來就發現 阿嬤有一次大病 突然間就很害怕 你要知道 一件事 每逢這些小孩 被人當球 踢來踢去 媽媽又不要她 爸爸又走了 跟著連虐待她的後母 又不要她 跟著又不知道 其實是她後母 不要她 還是她爺看不過眼 拿走她 不知道 有阿爺又走了 即是說 你真的什麼人都沒有 又沒有兄弟姐妹 OK 然後跟著她 對於阿嬤 奶奶 這個阿嬤 身患重病 就很緊張 甚至乎非常惶恐 那又怎樣呢 就決定遲了她的工作 但她的工作 其實本身 你知道她沒什麼讀書 14歲就已經出生了 14歲就等於我們中二、中三 然後做什麼 做待遇 其實在大陸 內地地方做待遇 其實沒什麼好日子過的 即是打爛點 要被人罵 要罰人工 這些一定的了 不用說了 她後來就做得好少少 2012年 結果阿嬤又這樣 那因為她要照顧奶奶 她就放棄了她在城市的生活 就回去鄉下 去照顧她奶奶 大家想想一件事 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但你知道 她住的鄉下 四川那些不知什麼 山區 是什麼都沒有的 真的只有地 然後就是沒有年輕人 那些俊男美女都入了城 然後你想找一杯咖啡 一杯奶茶沒有 找個帥哥看帥 想逛街沒有 周圍都是豬牛羊 然後就是雞鴨鵝 然後就是地 樹 植物 然後 你都知道其實放棄很多東西 然後 她沒事做 做什麼呢 就在淘寶開店 賣東西 但你其實都知道 任何東西都是萬事艱難的 每一件事開始都是艱難 無論我們做相聚 或者我們開讀書會 或者做導師 其實 每一件事真的 萬事起頭難 特別是當我們 又不覺得總之法則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打工呢 就是就算工作很悶 很無聊 都會苟然殘喘 都要死倆 都是打著工作 因為 創業真是很不簡單 我是很高興 無端端創了三個業 很艱難的時候過了 現在就少少輕鬆 Anyway 然後 因為她拍了淘寶 她淘寶的生意 就不是太好的 因為想催谷一下生意 就拍了短片 但是她拍的短片 是好看得不得了的 如果你有機會 你自己看一下 上去Youtube 或者Facebook 有自己的東西看 我初初以為 她是某一些電影公司 或者製作公司 是請回來的 我重心想一下 這個女生 其實又不是很漂亮 你說漂亮她不是很漂亮 但你看到她很漂亮 她近鏡很漂亮 但因為她不賣弄她自己漂亮 反而是她經常拍她 跟她媽媽的生活 煮完食物 就跟媽媽吃 你就會覺得 哇這個媽媽 真是命好得不得了 真是 經常有好東西吃 還有所有東西 在山裏 全部都是新鮮 沒有農藥 沒有防腐劑 沒有添加劑 完全新鮮 即日整 然後有很多東西 就是浸浸浸浸浸 很久很久 然後這個女生 你真是 如果我是男人的話 我絕對想娶她 是 是 又美女 還有一陣仙氣的 這樣 Anyway 好了 然後是 因為她拍這個短片 結果紅爆了 淘寶沒有紅到 就紅了她 然後 然後現在日子過得非常好 而且是 因為她的短片 很多人 外國人 是對中國 另眼相看 另眼相看 一個TikTok TikTok就是令到外國人 對中國 另眼相看 然後就是她這個節目 OK 然後是 然後你看回她的成功 來自哪裡 第一就是 她願意放棄她城市生活的 那個璀璨 那些去抱 去交貧結友 去認識男認識女 那些 的生活 然後就是 其實你說如果只是這樣 也不一定 因為如果譬如說 她在城市那裏 去做一個YouTuber 或者她做一個 不是YouTuber 就是做一個網紅的話 其實她成功面是不高 因為 她很多浮云富貴的東西 她沒有的 她從來不是一個有錢人 亦都說不是特別 很有品味 其實她真的要回到山那裏 她才可以發揮到她的特徵 就是她從小到大 從山到長大 她完全知道怎樣種這個 種那個 然後跟著是 怎樣做醬油 她很多東西是由零開始做的 譬如我們在超市會買一些蘿蔔乾 用來吃麵 用來拌粥 她是由種蘿蔔開始 然後種 然後收割 然後曬乾 切片 醃製 然後 一瓶十幾元的東西 但她會自己做 當然她做很多 她不會只是做一瓶 她做很多 這樣 然後就是 她 但最重要的是 她放棄了 所有這些生活 為了回到家裡 去照顧她的奶奶 即是她媽媽 我自己覺得很感恩 因為我現在都算是叫做 做得不錯 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我都還在摸索很多東西 然後是 我想 其實是聖經這樣說的 因為所有孝順的人 孝順的人的福報是什麼呢? 就是長壽 孝順的人的福報是長壽 但是我看看李子七 還有我看很多身邊的例子 我發現 其實孝順呢 不單止長壽 就是你的經濟 你的那個 莊架 婚姻 各樣都會好起來的 這樣 例如這個李子七就是 因為我媽媽臨走那年多 特別是臨走那五年 那我就有很多機會去照顧她 因為我當時沒有工作 那整班兄弟姐妹只有我一個沒有工作 那變成我很多時候可以去照顧我媽 那也非常感恩 曾華山博士 因為 華山跟我分享過 就是他媽媽臨走那三年 他是貼身照顧她媽媽 那什麼都不做 就是照顧媽媽 然後跟著我當時想 那樣啊 我希望到我媽媽走的時候 我也有機會可以貼身照顧她 結果就真的 夢想成真 但是我沒有想到一件事 因為那時候我還未開始種子化疾 結果就是 其實原來感恩照顧媽媽的話 是一個福報是很大的 這樣 那雖然現在想起媽媽 都會很不捨得的 但是其實 其實過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都會見她的 如果不是 可能其實不知道什麼時候的 這樣 所以盡量做好自己 所以掛念她 也沒什麼意思的 不如做好現在今生今世 作為一個人 趁我還有這個肉身的話 做多些東西 拍多些片給你看 是不是 那我就希望能夠盡量 可以發揚這個 種子法則的那個 就是發揚光大 給大家知道這個因果的問題 還有說說 說佛我沒有資格的了 怎麼像得 這個法聖廣場 這麼多法師在說 我有什麼資格說呢 但是作為一個基督徒 也作為一個網台主持 我想我有我不同的角度 就是去幫口說一下 只能說幫口說一下 這樣 ok so 就是這樣 ok 說實話 我們最近 另一件事想說 就是另外 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最近 讀書會就來了一位 共修 其實認識她很久了 這位女士 女士 在我眼裡是很美女的 高高大大 但是她身材很fit 我們高大得來很大隻 還有我是偏肥 我是過重的 但是她是很fit 那隻 你看就知道她應該是 整天運動 還有很喜歡運動 就是很注重身體健康那種 但是唯獨是 在她美麗的臉龐上面 是很少見到有笑容 我的感覺是她經常 就是她不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後來才知道原來她是 在香港一些紀律部隊 非常高職位的 但是走了 那麼 據她所說就是 因為不喜歡 文化各樣 就走了 這個不重要了 不是我要探統的範疇 我只是覺得 為什麼一個這麼漂亮的女生 我想她應該三十 三十或三十中間 因為很難 你知道現在女士很難看得出來 因為保養太好了 她可能是三十 可能是三十五 我不知道 大概是這樣 然後是 但是為什麼 我覺得她經常很少笑的呢 那麼 後來就終於 上個星期 就有些分享 就明白了 那麼 原來就是她 就說實話 她發覺就是 在家裡 不可以說話 OK 因為 就是那支筆 沒有筆在這裡 有 就是那支筆 就是在家裡 說話沒有人聽 她的筆 是 說話沒有人聽 不說好就說 那些老人家 是這麼麻煩的 不要理他們 總之不要出聲 但是實質上她裡面 不是實質上 她裡面 你想想如果她本身是一個 在紀律部隊裡 很高職位的話 其實你肯定 那個人是很有主見 非常之 Powerful 以及說是很勇敢 很勇敢 很浪漢 即是那種人 OK 但是在家裡一句都出不了聲 那麼 直到最近 有個很小的 有個所謂很小 但其實有些不小的就是 父母就發生了一些問題 平時這些問題發生 她就會是不出聲的 又是她兩個人在那裡吵架 但是這次很有趣 她想起 其實她可以做些事情 於是 就去關心一下事情 為什麼父母吵架 發生了什麼事情 原來是一件 其實是媽媽沒有記性 就記錯了一些事情 然後搞到很大件事 然後大家都很生氣 但是這次 平時她會不理 別管那麼多 就是她會放鬆 就算了 但是這次她就很認真地問 媽媽發生什麼事 爸爸發生什麼事 直到她找到一個問題的根源 原來這件事是這樣的 於是她媽媽就說 是這樣的 你們沒有人聽我說話的 爸爸這樣 她爸爸又有另外的埋怨 然後跟兩邊說好說話 這個你記得 在總結法則裡面 其實一件好的事 就是在媽媽面前說好說話 然後在爸爸面前說媽媽的好說話 其實不是的 其實爸爸很關心你的 就是擔心你的 然後跟爸爸說 其實不是的 媽媽都很緊張 你怎麼看的 其實她都不想煩到人的 然後她媽媽又很開心 她爸爸很開心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我認識了她這麼多年 我第一次見到她面上 有很燦爛的笑容 好像一朵花一樣笑得 好像一朵玫瑰一樣 我從來沒見到她這麼開心的 所以其實 平時的 無論是事業的 就是呆滯不淺 停滯不淺 或者是可能感情生活的空虛 得不到滿足 或者是經濟上不好 其實可能是心底裡面 一些最基本的問題 解決不了就是 跟父母的關係 或者跟父母沒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這樣 所以 然後解決了之後 就好了 一天都光光了 這樣 所以 好了 可能你會覺得 我想這些事情可能 很多人都會發生的 可能就是 跟媽媽不好 跟爸爸不好 覺得家裡有病人 或者是爸媽媽有病 是有病人 覺得是一種父女 又或者是盡了孝道 但是就心裡很納悶 或者心裡覺得 唉 這些事情何時才完呢 其實 這個是一個 我們種種子的好機會 我當時 有沒有覺得我媽媽是一個婦女呢 是沒有的 Honestly 是沒有的 因為 因為我媽媽是鬍子 其實我當時很擔心她會走 我真的很不捨得她走 極度 極度不捨得她走 我是另類 反正 那個年代 反正都這麼窮 多窮都熬過 不爭再 那 我有些事情很慶幸 因為那時候 照顧我媽媽 其實我是很窮的 那個年代 跟我媽媽吃東西 我媽媽很幼稚 我媽媽呢 可能人 快離開的時候 不知道對自己特別好一點 我媽媽會是 我想吃這個 想吃這個 但我看一個錢包 其實媽媽你這樣吃完 我這星期就沒有錢開飯 那年代我真的去到這樣 然後我想 媽媽不要叫這個 其實都吃不到 媽媽 我想吃 吃不完就打包 那我就 算了 其實你不知道她吃得多久 又不知道 那就是 咬著 而且我沒有credit card 那年代沒有credit card 所以 洗了 洗了 而且那時候很節省 很重要 然後我發覺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 我對我媽媽越好 我越是肯 放開的話 其實那天是會跌錢下來的 那天不會餓死人的 然後我發現 咦 又可以 又有錢 那現在當然沒有問題 然後是 我媽媽很有趣的 總之她買一樣東西 有兩個尺寸 明明小那個適用的 我媽媽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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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就行了 然後我媽媽又發我脾氣 她說 你家明不買 你嫌貴 我給你錢 那又不用 我媽媽要大的 你不要理我這麼多 那結果那很大的 現在在我身上 不過不要緊 事情就是這樣 那我就發現 其實呢 是 對爸爸媽媽好 對爺爺阿媽阿公阿婆好 是沒有死的 因為她是 是一個肥甜 給你去種你的 幸福的種子 財富的種子 事業種子 成功種子 關係種子 健康種子 這樣 好嗎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再次預告一下我們的節目 接下來的10月31日 就會有這個 Money Meditation Workshop 第37班 我會用這個五感觀賞法 去教這個 如何吸材 既然最近 John O教黃金冥想 教得這麼開心 我都加過我的版本的黃金冥想 非常划算 非常划算 在說收金299 三個小時 很划算 快點報 因為我越來越忙 都會減少 可能兩三個月才教一次 大家快點報名 如果有興趣參加的話 記得當天帶一件金器來 然後現在我們每個星期一 都會有打坐班 和氣功班 是連著的 7點至8點就是冥想班 然後8點3至8點9就是打坐班 你可以一次過報兩班 也可以只是報冥想班 或者只是報打坐班 也可以 氣功班也可以 詳情 就問Apple可以了 69983791 69983791 你WhatsApp他就可以了 然後 星期三 星期二有這個 開心春發班 但我們都很爆 爆到應該都好像 不夠位坐了 那就算了 不是廣告了 然後就星期二晚 星期二晚 星期二晚 我們就開始新的讀書會 就是當和尚遇上鑽石 那 再說一次 當和尚遇上鑽石 is the real deal ok 如果你想像我們這樣 那麼輕鬆 那麼輕散 不用怎麼賺錢 也有的 吸回來的話 當和尚遇上鑽石 是一個 真是 the real deal 又或者你可以加入 中五讀書會 中五讀書會 當和尚遇上鑽石 也開始了 這個當和尚遇上鑽石 那麼你可以跟Apple 買回之前的一兩堂 然後跟著 加入我們一次過 一起去讀書會 讀書會 讀書會是一個 非常之勁抽的一個活動 如果可以來的話 你盡量 自己收回多點菠蘿脈 什麼叫收回多點菠蘿脈 就是遲些說給你聽 你加入我們才說給你聽 如果不可以來一堂 來不到一堂 來一堂又不來兩堂 來兩堂又不來三堂 是收不到任何東西的 這樣OK 好 還有是11月8日 11月8日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這個 歐氏零擺萬用法 基本和中級班的合併班 就是這個 證書課程001 就是三個Full Days 連續三個禮拜周末 這樣就會是三個Full Days 加多三晚用來複課 然後有三個禮拜的WhatsApp 支持的 那我都會想的 那因為零 不是個個可以跟自己內在小孩 去建立關係的 那然後 零擺是很可以 做到很多事情的 例如可以 我們訪問做的可以解夢 譬如我想搬屋 搬不搬得 很多很多這些 OK 好 講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你的節目的話 給個Like我們 訂閱 按鐘仔 看廣告多個一分鐘 分享你的意見 分享連結給朋友 快點成為相聚正式會員 這樣 那你的支持 是令到我繼續去做 這個Aster和心靈分享 養心分享 或者種子分享 如果沒有你們的支持的話 這條頻道是很難做的 OK 好 多謝大家 拜拜